解禁委內瑞拉的石油 本來說大家不准買 現在呢 我也很討厭你 但我更討厭普丁 那怎麼辦呢 那不然你就算了 我現在解禁了 他就默默的 這個美國告訴 這個歐洲國家說 買一下委內瑞拉的石油 好了 如果你真的不夠的話 所以呢 我們來看到 現在委內瑞拉 開開心心的 有65萬桶的原油 現在準備 要賣到歐洲去了 那接下來 我要請教一下寬哥了 這件事情 整體來講 實在是太奇妙 但是無論如何 是不是可以把油價壓下來了 65萬桶 嚴格來說是杯水車薪 但現在我們如果 從一個比較大的結構來看 通膨大概壓得下來 但通膨壓下來之後呢 現在另外一個 更大的一個問題 叫做經濟的硬著入 該要怎麼辦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看 今天台股 航運股破底 那航運股破底 大家都想說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很簡單 現在的貨櫃 已經是所謂的供過於求 所以現在呢 從過去的賣方市場 已經轉成買方市場的 已經不再塞港了 然後今天另外一組 是在整個面板驅動IC這一塊 這塊真是慘 現在的本利比已經降到 大概七倍左右了 還在往下做修正 而且重點是配息都配很高 那好多人呢 再跟各位說一次 今年你千萬不要貪人家的利 為什麼呢 他貪你的利 他會要了你的本 來看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我用了整個是西德州原油的一個架構 可以發現他的整個油價從高點的120 快速的往下回跌 回跌到大概110左右 尾盤是大概收在109 原因在哪邊呢 第一個現在大家都在找到原油的疏解的一個窗口 但大家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 口袋沒錢啊 那口袋沒錢怎麼辦呢 還能夠繼續消費嗎 所以第一個 今年的夏天的消費季 到底能不能夠那麼好 那目前來看的話 有錢人大概沒差 為什麼呢 今年全世界的旅遊價格都是緊噴 全世界都緊噴 那為什麼全世界都緊噴呢 因為原油的價格 再加上飛機量的一個減少 所以現在旅遊非常非常貴哦 那再加上第一個 現在拜登就在未來一段時間 他會到沙烏地去 沙烏地不看生面看佛面 所以無論如何 他大概會意識增產一下 那原油開始往下做修正 會修正的非常非常多嗎 先跟各位說也不會 那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就要把全世界的供給跟需求 來做一個平衡 目前全世界的原油 現在跟各位說夠或者是不夠呢 先跟各位說 全世界的原油是夠的 但是全世界的原油現在夠的情況之下 現在是什麼呢 叫不平均 什麼叫不平均呢 因為現在在限制俄羅斯的油 所以呢 從其他過去受管制的地方 他就慢慢的釋出一些量來 例如說像伊朗 例如說像委內瑞拉 那目前我認為呢 回整個回T的一個修正 包括了北海布蘭特原油 包括了西德州原油 大概會決戰在100美元左右 那你說往下修正會修正很多嗎 除非你們國家的整個經濟基底 是在很落後的 例如說什麼呢 委內瑞拉 伊朗跟俄羅斯 他們的原油的生產成本落點落在42美元到45美元 但是先進國家 其實他的整個原油的價格 落點的成本落在55到60美元 這個結構是比較不同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現在身陷整個違禁當中的拜登 現在跟各位說拜登有做不好嗎 拜登嚴格來說他沒有做不好 但有時候這個是命 什麼叫是命呢 包括戰爭的因素 包括疫情的一個因素 包括通膨的一個因素 現在美國的老人家 他們都在做一件事情叫找工作 那為什麼要找工作呢 從前幾年的日本的團塊世代 一直到現在美國的失落的嬰兒世代 他們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因為通膨 所以他們的退休金不夠 那退休金不夠怎麼辦呢 只好出來找工作 我問各位這些人老了 本來可以安安問的退休 現在沒得退休 他選舉投票他投得下去嗎 所以拜登也是這樣對不對 年紀那麼大還要當總統做示範 拜登他是還要連任 這個還是全世界最麻煩的 但現在為了要拼選舉 所以拜登最近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降中國的一個關稅 但降中國的一個關稅他是兩頭 第一個是說我跟民生相關有關的 我就降 但是我跟高科技跟美國競爭力有關的 我就不降 所以像什麼高科技 鋼鐵鋁業 他就沒有要做整個調價 那現在為了要抗所謂的一個高油價 美國要開始去停徵所謂的汽油稅了 那我們台灣是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宣布停徵了 那到底這個時候會不會準呢 這個是要看各地方來做 整個後續來做 但最近因為油價太貴 好多奇奇怪怪的現象一直在出現 我們現在談第一個 美國有駭客真是佛心 他就跟你說 我們直接去攻擊加油站 跟攻擊支付軟體 然後呢 最近美國的油是貴的不得了 美加倫都已經來到了 五塊錢到六塊錢美金左右了 結果好多人去加油發現油不用錢 那我問各位 你發現加油不用錢 你會怎麼樣 你會開始連夜一直call 各位好朋友趕快下載某某APP 趕快去買喔 結果被抓到了 結果被抓到了 所以第一個 駭客偷油 加油站賠錢 但現在呢 去加油的人先跟各位說 你怎麼會那麼笨呢 任何在整個手機上跟網路上的支付系統 一定會有他的IP 一定會留下他的軌跡來的 所以現在呢 通通都抓到喔 所以改的時候改得很爽 但後面抓呢 全部通通一狗票全部抓起來喔 那現在要出現那種非常好笑的事情 這種好笑的事情是什麼呢 AAA這個叫美國汽車協會 他們最近就做出了一個新的一個公布 他就說因為現在油太貴了 所以大家油呢 去加油了 蜘蛛必攪 好多人油都沒加滿 然後好多人的油都只加一點點 結果發生了一件非常糗的事情 什麼糗的事情呢 很多人油拍一開 沒有了 那沒有怎麼辦呢 你沒有你總不能一個人一直推 一直推推到加油站去嘛 這也不是辦法 所以你拋錨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去呼叫你的所謂的行車服務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的信用卡 通通有行車服務的一個所謂的service 那我這個service呢 你只要辦的信用卡 你每年用一次或兩次 這個是不用錢的喔 結果就發生了 居然求救電話增加32% 但是嚴格來說 這個不叫求救電話 這個叫小氣電話 為什麼叫小氣電話呢 原來是因為他的油加不夠 所以路程還沒到 他就沒油了 那沒油怎麼辦呢 只好叫別人來加 其實這個還蠻糗的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 這個不錯啊 我們叫小氣電話